台東太馬里的海濱公園 每天早上都會上演搶魚大戰 民眾是提著籃子排隊 就等著從定制漁場捕捞漁獲的卡車前來 新鮮的魚一下子就被搶購一空 漁民就說這種提籃搶魚的文化可是全國唯一 一大清早民眾就帶著提籃 聚集在台東太馬里三河村的海濱公園 還沒等卡車停好民眾一泳而上 將一隻隻活蹦亂跳的鮮魚放進手中的提籃 不到幾秒鐘卡車上的漁獲全被一掃而空 就是佔位子啊 佔位子然後它漁獲下來 然後就是看到喜歡就吃搶 這裡買到的魚不僅新鮮 價格更是誘人 六隻大魚撐完只要1600元 難怪會出現這樣的秒殺搶魚場景 完全不輸給百貨公司的周年慶 這邊的魚比較新鮮 比較新鮮喔 都是鮮撈的 鮮撈的 鮮撈魚貨新鮮度破標 因此一轉眼就被搶光光 這樣特殊的搶魚場景 全國只有台東太馬里三河村看得到 搶魚的民眾手腳要是不夠快 就只能明天再來 聯合報有從光台東報導